321 不着急 这么漂亮的串珠 我要给米花串一条全世界最漂亮的项链 就用这根线 没穿上吗 怎么倒的 怎么穿不进去 棉花串 棉花糖怎么了 外孙女发生了什么事 我的串珠散了满地 而且这根线绳也不听话 总是穿不进串珠 棉花糖不着急 奶奶帮你穿珠珠还不行吗 不 我要自己串 你怎么回事 差点滑倒了我 你这个老头子 小心点 这是怎么了 串珠欺负我 叫你不当心 你明知道我腿脚不好怪不得我 看来我得让棉花糖学会控制情绪才行 咱们这样做真的好吗 咱们不试试怎么知道 咱们得想办法让棉花糖不那么急躁才行 好吧 就试试你的办法 糖豆公主太厉害了 糖豆公主加油 打败恶龙 怎么没有了 棉花糖 不要再叫了 妈妈有办法 棉花糖 棉花糖 跟妈妈一起做深呼吸 对 做得很好 跟着我一起倒数 3 2 1 怎么样 感觉是不是好多了 心情平静下来了吗 平静了 可是我的糖豆公主 别着急 你再把妈妈教你的做一遍 也许就来电了 3 2 1 糖豆公主赢了 原来倒这数数这么神奇 对 不要着急 慢慢倒数 3 2 1 事情就会往好的方向发展了 今天我要画一个海底世界 我的大白纸 棉花 都怪你 肯定是你脑痒痒的动作太大才碰翻了颜料 都怪你 怎么了 棉花糖 遇到事情不要着急 妈妈是怎么教你的还记得吗 放轻松 放松心情 咱们一起来倒数 3 2 1 心情好些了吗 好多了 可是我就剩一张画纸了 现在弄脏了怎么办 看我的 现在可以继续画大海和沙滩了 云朵妈妈好棒 倒数3 2 1可真管用 好够的沙雕城堡 而且还是三个 我们可真棒 沙子运来了 我来让中间的城堡变得更高 好丑 我们的城堡 气死我了 不要着急 不要大叫 我有办法 大家跟我一起坐 深呼吸 然后一起倒数3 2 1 3 2 1 现在我们的心情应该平静下来了 对吧 心情真的好了一点 但你说的办法呢 云朵妈妈说 当心情平静下来 自然会想到好办法的 我的心情平静了 所以我想到办法了 好棒的 乔梁 棉花糖的3 2 1办法可真有效 我学会了 以后我就可以想到更多的好办法了 那当然了 这可是云朵妈妈叫我的秘诀 孩子们 来吃水果了 3 2 1 看谁跑得快 我再吃水果了 人工智能是什么 阿蓝爹爸爸终于回来了 我的礼物呢 礼物有 这个是给云朵妈妈的礼物 家用电器算什么礼物 妈妈 你就别跳三减四了 蓝天爸爸 我的礼物呢 学习机 这算什么礼物 小孩子用学习机很好 你才不要挑三减四 你们俩的礼物可都不是普通的电器 他们可都是有智慧的 不用管他就能自己干活的自动吸尘器 我早想要一个了 太好了 这个学习机我可不想要 我早知道 我叫小智 你叫什么名字 蓝天爸爸 他在跟我说话吗 不是 你来回答他吧 我叫棉花棠 棉花棠 你好 请问你有什么需要吗 他为什么能跟我说话 就和云朵妈妈的自动吸尘器一样 这叫人工 这叫人工 人工什么来着 人工智能 云朵妈妈你好 这新出的对话功能比我想象的还要聪明 谢谢夸奖 选择了我 你也很聪明 让我看看 跟我说话 这叫人工智能 蓝天爸爸说了 人工智能下戏比人还厉害 他比你们聪明多了 我不信 我这辆电动玩具车不走了 他知道怎么修吗 小智 你知道怎么修吗 别问多久没有更换电池了 买回来从来没换过 难道是没电了 我说他比你们聪明 我回家换电池 看他说的对不对 让我玩一会儿 给你这块外国夹心巧克力可好吃 外国夹心糖 别人送我妈妈的 妈妈不让随便吃 我偷了一块猪来 偷偷许事犯罪 棉花糖 不要和小偷交朋友 谁是小偷 你胡说 一点都不聪明 谁让你偷糖吃 他就聪明 才没有胡说 就是胡说 我不跟你玩了 棉花糖 你的人工智能真聪明 那辆车换了电池之后就好了 这辆也坏了吗 不是 这辆我一直玩不好 老是翻车 你问问他我该怎么玩 小偷 大头儿子应该怎么样连开车 首先应该在平坦的道路上练习 这不就是平坦的路吗 可是爸爸说摇控车只能在院子里玩的 院子里地不平 所以你才玩不好 好吗 人工智能比你聪明 你该听话 好吧 不跑 我的车 什么破人工智能 棉花糖 让你的人工智能拍我的车 蓝天爸爸 不好了 怎么了 棉花糖 爸爸出去了 人工智能出错了 爸爸打到儿子的 米花 这是怎么了 不好 吸尘器不能沾水 米花 看你干的好事 把自动吸尘器都搞坏了 人工智能不是比我们聪明吗 怎么会被米花弄坏 问你爸爸 大头儿子 你试一试 就好了 蓝天叔叔真厉害 比人工智能还棒 蓝天爸爸 你不是说人工智能比人聪明吗 人工智能是一种电脑 电脑再聪明也只是工具 不能代替人 棉花糖 凡事你都应该自己思考 对 我也问过爸爸 爸爸说电脑的话只能参考 我们应该自己判断 棉花糖 你明白了吗 人工智能说不能偷东西是对的 但是不应该说汤圆是小偷 你不自己判断就跟着乱说 难怪汤圆会生气咯 懂了 我找汤圆向他道歉去 等等 我也一起去